年轻时的赖永顺以开车为业 因为提供全天候服务 经常三餐不定时 才三十多岁已有高血糖 他却不以为意 2010年62岁的赖永顺 因为糖尿病控制不佳 导致肾脏功能衰退 致使一言失明 一言模糊 除了血液透析治疗之外 还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真的他只是吃药 生活习惯没有改变 或者是饮食没有改变 实际上会把我们给予的药物的作用抵消掉 甚至会让我们的药物变成没有效果 赖永顺的心脏放置7支支架 在洗肾时一旦掉血压就是生死关头 赖永顺你有疼吗 赖永顺 你有疼吗 赖永顺 赖永顺 赖永顺你帮我看一下 他好像血压掉了 老闆 老闆,血液趕回去喔 拔眉口 你知道嗎? 你的臉對這樣 一定要叫我 好 這是我們很不想遇到的 你只要一透氣 就開始血壓下降 這個實際上都會造成透氣中的危險性會上升 在血液透氣的話 毕竟我们是把血引出来 所以就会造成有可能到最后人会昏迷 就是休克 所以实际上这个是透析中低血压 我们会觉得很不好的地方 最常见的还是心血管的问题 特别是心脏 洗肾过程中若因血压下降而中断治疗 不只会造成透析剂量不足 也会因血压太低 使得洗肾肉管塞住 甚至停掉 肠细膜缺血 以致小肠损伤 长期下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与死亡风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蔡任毕医师为赖永顺增加一项治疗 在床上骑脚踏车使血压稳定 你骑着一段这样你感觉有进步吗 当然是有进步 不好意思 随便吃 如果在床上骑脏 得整理 可以痕换 然后 真的走 可以做運動 也不錯 賴永順他在斗六 之所以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斗六的團隊會鼓勵他 其實人 特別是病人 他們心理上都需要人家的支持 給他一些正向的回饋 我覺得這個都是 他後來他可以持續一直做 他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他自己有感受到 他在騎那樣子的床上腳踏車之後 他的確好很多 都會照顧 不要這樣說 我只有十幾人來 一台床都會照顧 這七年來他在那時候 我早上喝過得很好 我早上喝過得很好 應該是說人讓病人 不後悔來看 找到路的那種感覺